中秋之夜 瓦屋山顶鸳鸯池叛 无灯几人欲效仿古人 办诗会 名曰瓦屋山云上诗会 惊人不见 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就是我们和古人可能 虽然不同时期 但是沐浴的是同一个月光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愁愁满着的李白 词别的亲友跟家人 开始了他人生中的 第一次承穿远游 玉蝉离海上 白鹿诗花石 无人之所去 愁遗两三松 鹿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娘 月亮它是圆的 团圆圆满 但愿人长久 亲历共缠军 人们的感情永远永远 中秋之夜 瓦屋山顶鸳鸯池叛 吴灯几人 欲效仿古人 办诗会 名曰 瓦屋山 云上诗会 所以今天呢 我请来了 全国各地的许多 热爱诗词歌赋的小朋友 和咱们一起 来共襄诗会 来 请出七位同学 你好 你好 来请坐 你好 那十会开始之前呢 中国古人还有一个讲究 叫做沐浴更衣 昨天晚上都洗澡换衣服了吧 焚香净手 前面博山炉香已经点好了 手洗净了 最后呢两个字知道是什么吗 咱们请出 望向如 为我们带来一曲 高山流水 高山流水 大力的教育 这就是 今天哎呀 真好 好 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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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谢谢王老师 高山流水蜜之音 今天希望在这能找到小之音 好不好 有这样两句诗词 我先求个解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 照古人 这两句什么意思 哪位能给解答一下 我觉得这两句的意思就是 天上的月亮 它曾经照耀过古人 就是我们和古人 可能虽然不同时期 但是沐浴的是同一个月光 那这首诗谁能完整背诵吗 哪位 请 把酒问月 故人甲醇令语问之 唐 但见萧从海上来 拧之小巷 云间末 白兔岛要 秋复春 嫦娥孤期 雨水淋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 照古人 照古人 古人今人 若流水 共看明月 皆如此 唯愿当歌 对酒时 月光长照 今尊礼 刚才这首诗里面呢 出现了刚才我们最开头出现的那两句 今人 不见古时月 今月 今经照古人 那这首诗 是李白什么时候写的大约 天宝元年 就是744年左右 李白大约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701年 是吧 所以那时候他跟我现在差不多一样大 我为什么要比喻说我呢 我的才华跟李白没法比 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李白是像这样年纪的一个中年人 然后他和自己的朋友一起 然后他要问月亮一些事情 和其浪漫 对吧 还有哪位小朋友 想分享一下 谁想 来 请 静夜思 唐 李白 床前明月光 一世 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 思故乡 这首诗是李白在 他去到的一个叫 扬州的地方 一个旅馆里写到的一首诗 因为古人说了 月亮是圆的 代表的是团聚 而李白就是扬起头看到了明月 就想到了他自己家乡的团聚 所以最后一句诗就是说了 他低下头去思念了自己的故乡 解释得挺好的 你们现在年纪还小 我问问你们有没有想家 想爸爸妈妈的时候 有 谁分享分享 你说说 就是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东宁营 然后当时就是所有的孩子们 他们的父母都就是只能待在家里 就是独自一人出去 然后呢 当时我就特别清楚 我是第一次一个人出去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老师就会给我们发手表嘛 就发手表手机 比如说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然后那个时候 我真的就是特别想爸爸妈妈 有些时候甚至就那种 眼泪都要流出来的那种 人什么时候会想家 最简单概括 不舒服的时候 晚上一个人待着 我很孤单 我不舒服 很冷的时候 没有人陪伴的时候 不舒服 这种时候想家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李白在一间旅社里边 然后他举头看到了月亮 看到月亮之后 他可能会想起来 以前跟家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团圆的时候 吃月饼的时候的记忆 但看一下周边 家人不在身旁 所以他低头之后呢 四骨香 正是因为他想家 所以说他脑子里面出现的场景 是温暖的 他身边的感受就是冷清的 所以说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霜是凉的是冷的呀 对吧 对 好 那对这首诗 还有谁想补充什么 就是在古人眼中 月亮是代表 就是团聚 思念故乡的 因为月亮 它是圆的 所以圆在我们脑海中 可能第一个想起来词语 就是团圆 圆满 所以古人们一看见 圆圆的月亮 然后晚上又是那么的清静 应该就会想起 什么时候才能跟人家人 一起团圆 一起就是圆满的生活在一起 那我再问一个事情啊 太阳也是圆的 为什么古人没有觉得太阳圆的 团圆 然后跟想家有关 来 因为我觉得太阳 它是会发光发热的 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 心中的阳光 然后还有平时的快乐回忆 然后月亮就是在这种 无边无垠的黑暗之中 孤独地在天空中 发着微弱的光 然后就能让人 联想到自己 比如说你漂泊在外 独自一人 和这月亮一样 一个人在其他的地方 然后就感觉到 你们两个好像同命相连一样 所以你就会感受到 孤独 然后还会想念自己的家人 你们看见太阳的时候 还能看见什么 还能看见全世界 但看见月亮的时候呢 只能看见月亮和 月亮和点点星光 对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 阴晴圆缺 月亮它不一直是团圆的 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我和家人在一起 有的时候团圆 有的时候就缺少陪伴 所以呢 月亮就和思乡 和家人团聚 直接构成了关联 那我刚才背的这两句 是哪位诗人或者词人写的 你说 水调歌头 苏氏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其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珠格 低起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成相 别时缘 人有悲欢离合 约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捐 这首词是写给他的弟弟的 他和他的弟弟 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从小一起玩到大 一起重举 一起当官 一起背贬 他是有些 稍微美好一点的情感的 毕竟苏氏这个人 是一个乐观旷达的人 所以他希望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捐 人们的感情永远永远 那刚才你这个背的 好像怎么字 比敬业思多那么多呢 他是首词 这是首词 中国古时候 唐诗词缘曲 他是有两种 第一前面的 他是词排名 很多词排名都会重 像满江红 丘锦写过 岳飞写过 而后边呢 是他独有的一个词名 独有的词名 是不会重的 词排是中国古时候啊 其实当时是能唱出来的 对 但是呢 你就像以前的乐斧诗 只不过谱子 没有了 咱们现在没有办法重复了 不过因为他实在是 文字太优美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 给他补上新的曲调 来能够让他重新 焕发出自己的 那个诗词的美 那刚才他背的 睡觉歌头 明月几时有 这就有一首歌 会唱的可以一起来唱 好不好 来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晴天 不知天上光 却今夕是何 请不吝点赞 爸爸妈妈没在身边 当我们抬头望向月亮的时候 爸爸妈妈也看月亮 我们这也是现代版的千里共产权 咱们进行个小游戏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诗会的时候 雅极的时候 古时候玩趋水流伤 那咱们呢 可能没有人家这个 古时候这些先贤的这个水准 咱们也玩一点和文学相关的游戏 玩个接词游戏吧好不好 好 看谁能接到月亮的月字 不用同字 同音就可以了 任何词语都行 但如果你要是能接出的是成语 要能接出的是诗句 哎呦 来 听不见黄鹅之水天上来 来 来到 来到 到李 李 李 李克 李克可以 克 课长呗 课长呗 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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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课长呢 好 退出了 你退出了 来 长 长子 子弟 弟弟 弟 弟 弟孙 什么 弟孙 弟孙 这词我不认可 你也淘汰了 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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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尚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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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任何游戏都要有奖品的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是我们今年自然的诗篇的手机列 上面还有一句诗词 拿到之后给大家 大声地读出来 写的是什么 青州已过万重山 来 诗会继续 谁还想再分享分享和瓦弧山 或者是和月亮相关的诗句呢 来位 你来 月夜一设地唐杜甫 树谷断人形 天秋一燕生 路从今夜白 月氏故相迎 有地切分散 吴家问此生 寄书长不达 矿乃未修兵 矿乃未修兵什么意思呀 未修兵就是依然有战乱 百姓依然平不了 社会还没有稳定下来 还处于安时之乱的中后期 说得非常清晰了 那么杜甫呢 他的运气可能没有李白那么好 对 李白他是身在那个圣唐时期 圣唐时期啊 然后杜甫呢 中晚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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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安时之乱 社会动荡 对 为什么月是顾湘明 因为他在家乡看到月亮是 和亲人们一起看的 是带有感情的 在他心里是有温度的 但是 此时此刻他在异地 他不能与亲人团聚 他只能一个人上月 在他看来 这个月亮是冷清的 是孤独的 所以 他还是觉得 跟家人们在一起 在故乡看的月亮 是更加温暖的 更加明亮的 那时候古人只能靠书信往来 寄不到啊 为什么呀 因为他已经与他的家人 他的弟弟分散了 他都不知道他的家人 到底在哪里 所以哪怕信已经写好了 但他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寄 哪怕寄出去了 也因为不知道自己家人的生死 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 也有可能寄不再回来了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无法沿路的一个状态 我想到他的这个有一个诗句是 《烽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金》 也是杜甫的 就是一封普普通正的信 但是那时候啊 送不送得到是一个问题 送多久是一个问题 只要你能收到 那就相当于 是我收到了万两黄金一样 表达的是一种对家人的思念 而且也有一种无奈 古人的生活状态 和现在我们的生活状态 完全是没法想象的 甚至你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和我小时候的生活状态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有了手机的APP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 在这个地球上 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可以和他 直接产生联系 但古时候不是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委 日日私君不见君 供应长江水 我写一封信啊 可能一两年才能记到 或许还记不到 对方收到信之后 看了信 再写一封回信 可能又是一两年的时间 就像咱们现在 发一条微信 但古时候需要 那么长的时间 当你不知道亲人在哪里 找不到亲人 而且四处爆发战争的时候 那个心情是很难理解的 现在咱们这个世界 也不和平 对吧 我们很幸运 我们生活在一个 和平的国家 来 谁还想和大家 再继续分享 我的这首诗呢 跟靖夜思稍微 有一点点联系 然后我这首诗呢 叫 《峨眉山岳歌》 《峨眉山岳歌》 《唐李白》 《峨眉山岳半轮秋》 《引入平腔江水流》 《夜发清晰向三峡》 《思君不见》 《下渔周》 就是李白在年少时期 随他的父亲 迁居绵羊的青莲乡 也就是现在 四川江游市的青年镇 然后24岁那年 惆怅满志的李白 辞约了亲友跟家人 开始了他人生中的 第一次乘船远游 辞约亲友和家人的这个李白 心中涌上了那种淡淡的哀愁 然后呢 就写下了这首《峨眉山岳歌》 他在乘船的过程呢 是一路北下 北下呢 就来到了扬州 他躺在这个旅馆的床上 他就望着这个窗前 窗前有月光 撒进窗来 他就写下了《峨眉山岳歌》 就是刚刚那个小朋友 分享的那首 是有一定联系的 我们经常说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 金人是 古人也是 李白24岁那时候 他应该是保读诗书 就相当于现在 咱们比如说 上大学 离开家 上大学 离开家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有很复杂的感情 我问一下 你们现在呢 上小学 有没有想过以后 要上哪个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就是成都本地的大学 对吧 我想去外交学院 就是北京那边的 那你想想 你想象一下 要离开家了 那一刻 对吧 应该是很开心的 会见到新的朋友 但是要离开家人 要自己开始生活了 你觉得那个时候 你会怎么样 我会有一点 我会有一点期待 就是对未来的生活向往 但是还是有点恋恋 不舍 毕竟要离开 陪玩这么久的家人 还有我一直生活在这里的故土 我就会还有一点不舍 有可能会产生那种 念头就是不想去的 但实际中还是会去的 现在啊 你们已经能够和诗人产生共情了 但是呢 毕竟你们没有亲身体会 真正到了那一天 你再回忆一下曾经 在瓦屋山顶 月圆之夜 咱们有过一个诗会 你考上大学的时候 离开家的时候 你想一想今天 然后再体会一下 那时候的真正的感情 是不一样的 诗人为什么能写下 这些筷子人口的流传千载的诗句 因为他们真的感受了 夜幕之下 瓦屋之巅 以时会有一句千年 孩子们围坐桌前 铺满一席的浪漫 与亲人同乐 与古人共情 精彩未完待续 好 谁还想再继续分享 小伙子 我的这首诗叫做 寄离梅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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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苏式 共将诗酒 趁流年 他是描写了 冬天快要过 就是快要离开了 春天 马上就要到来了 马上就要万物复苏的一个情景 他表达的情感 他表达的情感主要就是 当时是王安时他变了一个心法 写出了苏式对朝廷心法的这种不满 他觉得朝廷应该重用我 我是个更多的是一种白财不育 又有三位我们的诗友 分享了自己的诗句 那在这儿呢 咱们稍微再休息一下吧 有一个游戏叫做 猜灯迷 对吧 猜灯迷 所有人都看这儿 刀出鞘 打一个字 刀出鞘 举手了来 请 我觉得可能是刃就是刀的鞘 不对 不知道 没看出来刀出鞘 不知道 你 是力 力 对 应该力量的力 刀出鞘是力 对 刀出一个头 刀 是不是有点刀出鞘的意思 很形象 力量的力 谁猜出来的 我 奖励 来 你的诗句是 字我不认识 你给念一遍 且放白露青牙间 来 继续 一天走了一里路 打一个字 一个字 一天走了一里路 一天又可以叫 一日 木 什么 稍等 你什么 木光的木 一天 一个日 一天一日 走了一里路加一道 你这一道就值一里是吧 你得能表明一里 对吧 这个木不认可 一天走了一里路 大鸟 什么 大 他这个想法很重要 通宵达旦的但日 一 但是一里路 那里去哪了呢 里 什么 谁给我讲这字念什么 这个字念什么 接近了 但非常接近了 不是 你 测量的梁 正确 一里 一日走了一里路 测量的梁 我都不认识测量的梁 那你不认识我没有办法了 好不好 我真的气死了 把它念出来 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来 最后一道 灯迷题目 十张口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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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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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道啊 这啥道啊 这是不是这十张口一颗心 对 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想 想 想 十 十 口 一颗心 好 那我问你 稍等 还有一瓶一颗和两颗呢 大 不是小子 不认可 走 走 走 行 说 早 早上的早 早上的早 十张口 是心吗 心呢 你对暗示 你的暗示 四口的诗 四口子你来写一下 十张口 一颗心 赶紫 赶紫 十口一颗心 好厉害 正确 再一个 再一个 又一个是吧 来 第二份礼物 谢谢 写的是 我 我被启示 连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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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光了 反光了 我被启示连高人 反光了 反光了 稍等 这就叫找借口 任何一个中国人拿到 招瓷白地踩人间 也不能读成招瓷白地我身边 对吧 你再反光 前几个字出来 只要你知道这句诗 知之为知今 不知道 不知道没关系 谁告诉他 这一首诗是 是李白第一次被 吊到京去当关的时候 他写下的一首最快乐的诗 这一句是这样的 两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 彭薅人 被提拔了 对 马上要愁出满志 实现自己的报复了 所以这两句 你诵读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样的 语气语调 两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 彭薅人 有这种感觉 来 我们继续分享 古人的诗篇 谁来 请 我要分享的是 同样是唐代大诗人 号称师伯的王伟 写下的一首诗 山居秋名 唐王伟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坚照 清泉时尚流 竹轩归幻女 连动下渔州 随意春方街 王孙自渴流 它叫山居秋名 其实我们 可以把它当成诗 有一首诗叫山居秋名 还可以把它当作一幅画 这幅画叫山居秋名 这首诗里面讲了太多的内容 大家闭上眼睛 它就像一幅画能够呈现在你眼前 从第一句开始啊 空山新雨后 有什么 山 雨 还有 雨 而且这雨是很清新的雨 对 对吧 下一句 天气晚来秋 有秋天的感觉 对 秋天的天气 明月松坚照 有什么 明月 松 松坡 然后呢 青泉石上流 青泉石 青泉石 石头 石头 竹轩归幻女 竹子 竹子高 羽女 幻女是谁 是什么人 媳妇的女子 媳妇的女子 嗯 然后 莲洞下渔州 莲洞 莲洞 渔州 渔州 渔州是什么 大鱼的船 大鱼的小鱼 苟荆废榕里边 渔州 喵人的小轴 里边 前面有这个水啊 对吧 有小河水的时候 那就有�ū州啊 塞号 随意春方歇 王孙自可留 王孙是谁 就是指他诗人自己 王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 诗人叫什么名字 王维 王维和李白 谁能讲讲这俩人 在你们印象里有什么区别 在我的印象中 因为李白被称为诗仙 所以我感觉他的诗 都是有一种狂放不羁的一种感觉 让我感觉到他很洒脱很牢放 而王维 他是被称为诗伯的 所以他是在后半身一心向佛 然后写的诗都是有一种禅意 然后都是比较淡薄宁静美好的诗 他写的是山水庆源派的诗 就像我刚刚分享的山居秋名 还有我知道的独礼馆 这些都是在他隐居生活时候写的 王维写的诗都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清新感 然后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美好 我们看身后有两个小词人 他俩其实有点像李白和王维的状态 王维信佛 李白修仙 就是他信道 但两个人最后他们生活的状态 又像完全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了 造物弄人 所以人生极起击落都很正常 现在咱们年龄还小 长大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事情 那个时候 咱们中国人的幸福感就来了 拿出这些古诗 感受一下古人情怀 从此得到借鉴 得到安慰 得到慰藉 都是有可能的 来吧 谁还想继续分享 我分享这个就是跟月亮有关 出月唐李白 玉蝉离海上 白鹿湿花石 云畔风生爪 沙头水尽眉 乐哉玄管客 仇杀战争儿 阴觉西元赏 临风亦勇诗 玉蝉是什么呀 老学有更迟的 不是那个蝉 不是那个肉肉的蝉 是蝉 玉蝉是指什么 月亮 就指月亮 李白十四五岁的时候写的诗 用玉蝉代表月亮 你们还知道古人在古诗里边 用什么代表月亮吗 白玉盘 这个手吧 小诗不识月 孤作白日韩 幼仪 摇台镜 飞在清 摇台镜 镜子也是圆的 古时候那个铜镜 都是圆的 还有吗 飞镜 飞镜 天上的月亮像飞一样 对吧 所以说中国语言不大精深 光一个月亮 我们能有那么多 不同的名词来形容它 来 最后一首 木木 仿戴天山 道是不悦 唐李白 全废水生中 桃花带露农 树身石剑路 习武不吻中 野竹分清矮 飞拳挂壁风 无人之所去 愁疑两三松 这个感觉你们觉得 李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一个感觉特意遗憾的状态 什么 遗憾的状态 那哪遗憾了 你说说我听 他要上山找他一个朋友 是一个道士 但是他走到那儿 他问你那个宫殿里的道士 他们都不知道道士在哪 所以他很失望 我在诗剧里没有太看到失望 他是去找人了 没找到 但是他找到了美景 就像我们今晚月圆之夜 月亮应该就在这个方向 应该在中天的位置 但因为今天瓦屋山顶 有云层遮盖 所以我们到了现在 我们也没有等到月亮出现 有没有遗憾 有 但是今晚照样是 令人难忘的 很开心的一个夜晚 对 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自然 这就是诗篇 今天九位同学呢 都分享了自己的诗篇 但是你们分享的呢 是别人写的 自己朗诵的 希望大家呢 能够按照自己此刻的心情 或者是曾经有过的经历 能够付诗一首 或者一两句也可以 此时此刻大家看到了 我们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茶点 我们啊 享用一点茶点 然后呢 有个三五分钟的时间 进行一个小小的构思 好不好 拿着盘 然后手里撑着 哎 好 哎 我挑这 有吗 这好看 品尝一下 好 我只是以前有西部成诗 咱们今日一柄成诗 有没有人已经构思好了 哦 哎呦 可以啊 来 小姑娘你先来 明月现代为西云 明月几时游 把酒问青天 月饼圆又大 什么吃不下 月饼圆又大 行 好吃 金鱼诗有在瓦屋 十个影子在壁屋 吃着月饼真舒服 坐在一起不孤独 至少压上运了 金桂翠竹 懒无鱼 高山有水 中秋曲 木桌青瓷 佳瑶百 明灯桃符 团圆许 一三五五练 二四六分明 不错 不错 好吃 还有谁 请 瓦屋山 现代墨与兮 瓦屋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底 四井段 平顶桌山 红日出 日暮星辰一眼连 平顶桌山 红日出 瓦屋山是真瓦屋 今天咱们十个人进行了一场 效仿古人的马屋山顶的云上师会 今天要做一个小小的告别 很希望大家能够珍惜 能够记住此时此刻的心情 好不好 最终咱们做一个小小的约定 就用苏氏的那首水调歌 最后那几句 人有悲欢离合 日有阴晴玄缺 此事 母男缺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缺 最后啊 咱们在瓦屋山顶 再欣赏一曲古争曲 好不好 好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忘记彼此哦 金人不见古十月 金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大概也很难想象 在这样一个时代 有这样一群孩子 在瓦屋之巅 云月之下 围坐谈笑 以诗相和 而这个时代的孩子们 一定会创造出更多 他们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甚至难以想象的 非凡成就 加油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